四季气中的寒露 这名字听起来感觉真的很冷 但会冷吗 以台湾纬度比较低来说 冷可能还不会 但是感受上会比较凉一点点 我们来看到 这个主要吹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北台湾 感受上是比较凉一点点的 尤其在苗里以北 其实高温都不会超过30度 都在30度以下 但是南台湾 因为这一波东北季风 还不是特别强 所以高温还是有来到30度 我们先来看云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张是地面天气图 这几天往东移的过程当中 这个大陆高压 风场吹的都是一个东北风 但是到了礼拜三的白天 它移出来之后 这水气就会开始减缓 所以礼拜三 北台湾的雨就会缓和下来 而南台湾地区主要降雨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那么再也看到 在云图的部分 距离台湾很遥远 大概2500公里左右 是有一个热带低压23号 那么它现在看起来 还会持续的发展 不排除在明天 就会晋升为百里加台风 当然它也可能更早就生成 但是它对于台湾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因为距离很遥远 而且它对于日本也没有影响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降雨 今年气象署持续发布了 豪大雨特报 针对了北北基宜 而在大台北地区 都是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 而在宜兰的山区 则是来到了大豪雨等级的降雨 在宜兰南澳 一天的累计雨量 已经超过了290毫米了 但如果要看 过去一个小时的雨下在哪里 像是在高雄的桃园 有21毫米 另外像是在屏东的山区 也有20毫米以上 这最主要就是因为热力作用 在南台湾地区还有发展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南台湾出门的话 最要还是带一个雨去 尤其在山区的热度流 会比较明显一点 而在未来几个小时的降雨状况 在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的雨 还是来得比较多 而且下的时间比较长 而中南部地区降雨 中部地区偏重在山区 南部地区不止山区 平地也会有 是午后雷阵雨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 银峰面地区 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降雨几率 也还是来得比较高 但是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白天你会发现 北部地区的降雨 跟今天比起来 跟昨天比起来 已经缓和了很多 但是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 但是这时候 就比较偏重在山区了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 水气又会来得再更少 所以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礼拜四 礼拜五 天气是最好的 所以国庆日这一天 你看北台湾地区 其实降雨几率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到了礼拜六 到下礼拜一的时候 因为这时 台湾的环境风场 吹的是一个东北风 偏东风 到时它经过的水气 会比较多 所以东南部地区 迎风面降雨几率 又会再度地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